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威英木子 我现在在北京的民航博物馆 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下 中国的民航机发展历史 其中就包括外间最关注的 国厂大飞机C919 咱俩主要分三部分 先是早期民航机的发展 从模仿机开始 到自行制造的运输机 运系列 第二部分讲的是 中国自主研发的 支线客机ARJ21 2016年6月首航 2019年就开始飞国际航线了 现在累积的旅客量 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次了 第三部分就是大家最期待 也最引以为傲的 国厂大飞机C919 去年5月28日首航 中国也迎来了 国厂大飞机三业运营时代 现在的订单量 已经超过1300架 大家可以来到这儿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去打卡 这是还原了当时首航的整个情景 文部长能不能讲一下最值得看的 或者最珍贵的展品是什么 这次整个展览中总共有100多件展品 大家可以来看我们运武的飞机履历本 然后还有运武币的飞机模型 C919相关的一些展品 也是首次展出 都非常贵 我自己看了我就觉得很激动 有没有可能去香港展览呢 我们希望得到香港的邀请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展览能去到香港 和更多的观众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